提到当初非常让人羡慕的娱乐圈夫妻张博之和谢霆锋这对俊男靓女组合可以说让很多人都非常的羡慕 年轻时的谢霆锋可谓是迷倒了万千少女 长相帅气有演技 而少女时期的张博之也可以说一直在事业上顺风顺水 和新爷饰演的喜剧之王柳飘飘一卷一泡而红 出道成为了新女郎 那一年她18岁 在最美的年纪最好的年华里 她肆意的任性和叛逆 无拘无束的性感 从此她玉女掌门人的称号想怯章活 让她的事业风风火火 再加上年轻貌美 几乎是全娱乐圈最闪耀的焦点 张博之和谢霆锋这对风之恋 在当时呢也被称为是娱乐圈的金童玉女 这两个人在大家眼里 别说有多么般配了 但是由于当初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让原本人们非常羡慕的夫妻 最后却草草的以离婚而收场 这也让很多人都感到非常遗憾 张博之给谢霆锋生下两个儿子 那2012年谢霆锋和他离婚的时候 大儿子五岁 小儿子才两岁 当时张博之曾故意求谢霆锋不要离婚 可是铁了心的谢霆锋 不顾两个儿子 决定要离婚 张博之当时只有一个请求 离婚可以而既有他抚养 也不要谢霆锋的一分钱 离婚之后的谢霆锋 选择和旧爱王妃又走到了一起 而张博之得到两个孩子的抚养权后 逐渐淡出了大众的视线 一个人担当起了单亲妈妈的角色 之后呢大家看到的都是关于 他和两个儿子的消息 大儿子和小儿子长相都非常可爱 特别是大儿子的长相 真的是越长大越像谢霆锋 女人没有做过妈妈 就不会知道扶养两个孩子 是有多么的辛苦 每次看到这两个孩子呀 大家都非常心疼 可以说张博之可能不是一个好妻子 但绝对是个好妈妈 女本柔弱 为母则刚 当妈妈后的张博之 一直都很坚强 让人敬佩不也 张博之每天除了工作 就是照顾两个孩子了 他为了自己的儿子 放弃了很多东西 也认识了很多 在张博之眼里 家庭永远是最重要的 前日子小编 还在网上看到了 张博之有三张照片 谢霆锋都不敢看 这些照片可以说 许多网友看了之后啊 都红了眼眶 比如这张照片 张博之带着两个儿子 去餐厅吃饭的时候 因为他累了 就仰着头在座位上睡着了 此时路卡斯用手 拖着妈妈的下巴 还有头部不让妈妈掉下去 看到这一幕 大家都非常心酸 不知道谢霆锋看到 这样的画面有什么感想 还有一张是张博之 带着两个儿子 外出时媒体拍到的 张博之啊 一手抱着Quintus 一手牵着Lukas 真的可以说是非常伟大的 最后一张呢 是张博之在睡梦中 他用手搂着孩子 两个孩子与张博之的关系 也表现得很亲密 也很懂事 自己睡醒了 看着妈妈睡得这样香甜 也不会把张博之吵醒 这样照片太走心了 如今Lukas和Quintus 都长大了 身高都比张博之高出很多 两个儿子呢 也都遗传了父母的优良基因 长相帅气十足 随着孩子的长大 张博之也开始付出工作 一旦浪解 让沉寂已久的张博之事业 迎来第二春 张博之也总算是苦情干来了 我们也希望女神未来的生活越来越好啊 张博之谷